今天的影片我会用科学的角度去分析 减确性断食 看完你就可以决定断食是否适合你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 Health Coach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这个频道是帮你和你家人做个名字的健康决定 不想错过的话就记得订阅和按个小铃铛 现在有很多类型的减确性断食 而其中一个很流行的断食就是168断食 什么来的呢 支持一日入面16个小时不吃 而只是在剩下的8个小时里面吃 其他的断食方法还有Omak 支持1 meal a day 一日一餐 通常是22-23个小时不吃 而在1-2个小时里面吃一大餐 或者有些就会分去一两餐 但是都是在1-2个小时吃完 然后由再开始断食22-23个小时 还有就是5-2断食法 一个星期里面5天吃正常的分量 剩下的2天只吃500大卡以下 还有长时间断食 就是48-72小时断食有些人会更多 不吃任何东西只是喝水 而以上的断食方法我全部都试过了 我相信你都有听过断食 或者你现在在想应不应该吃 或者其实你平时都有做断食的 那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一下有关断食的研究 究竟他对我们身体是不是真的那么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断食所说的益处 第一 断食可以减肥 断食之所以这么流行 是因为它是一种快速和简单方便的减肥方法 从理论上来说 在一段时间内什么都不吃 还有有calorie的饮品都不可以喝 又加上我们平时吃的东西都是高热量的 可以减少一两餐 是非常容易减低你总calorie的摄取量 所以可以减肥都不出奇 而且当你减少你的餐数 你的血糖就不会忽高忽低 更容易去控制 所以有些人觉得这种方法是比较容易去减肥 但是不要忘记 怎么都要看你的TDEE 如果你多吃个TDEE都是没用的 有些人说断食可以增加你的身层代謝 所以可以帮你减肥 我研究的时候也有找到有研究表明 断食是真的可以增加身层代謝 但是只是在断食84个钟之后才发生 即使说三日半 还要是什么都不能吃 只是喝水 这是因为体内的no epinectin增加 就是我们身体的fight of life hormones 因为身体都已经三日半没有吃东西 进入了打烈的状态 要找些东西来吃来维持生存 所以其他人说断食可以增加代謝 是要看什么类型的断食才可以 而普通的168断食是 会增加代謝的 讲到减肢的话 有研究表示热量限制和断食 最后减的体重和体脂是没什么分别的 虽然有研究表示 断食期间可以增加增长激素 帮助消脂和保持肌肉量 但是如果你不做充分 又吃不到蛋白质的话 即使你体内的增长激素增加 长期断食会令身体实去肌肉量 所以无论你是通过限制热量 或者断食来减肥 充分是非常之重要的 是可以避免你减少肌肉量 因为肌肉量减少会导致多謝率下降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体重反弹的原因 第二,改善胰岛素抵抗 这项为期两个星期的研究发现 断食是可以改善糖尿病患者对血糖的控制 但是当它们停止做断食 胸肤血糖水平又回到它开始研究之前的水平 胰岛素抵抗降低代表你身体对胰岛素更敏感 可以更有效的利用胰岛素 你的身体也不需要产生过多的胰岛素 正如我在苹果草的video都有说到 当你的胰岛素一直很高的时候 Store fat的机会其实是高于Burn fat的 那是不是只是断食才可以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呢? 那是不是啦 其他方法例如 运动,增加脂肪的摄取量 减少糖和碳水化合物 减少压力,足够的睡眠 都一样可以帮助你增加到胰岛素的敏感性 但是你都要留意 断食对男性和女性的血糖水平会有不同的影响 一项三个星期隔日断食的研究表明 类性对血糖的反应差了一点 而对胰岛素的反应其实没有分别 而男性对血糖的反应也是没有分别 反而对胰岛素的反应就变得更好 那这个也是因人意义的 第三,autophagi,自食 断食可以触发autophagy autophagi的意思就是自食 在autophagi的过程中会释放autophagous 就是自食体 它会吃了你细胞中的肺脉和坏の部分 然后回收它们来制造新的分子 或者将它们转化为能量 除了减肥,很多人做断食 就是为了这个Otophagy的过程 因为可以更生体内的细胞 但是坏消息是 我们不知道到底要断食多久 才可以达到明显的Otophagy效果 声称断食可以达到Otophagy的效果 其实是来自老鼠的实验 科学家研究了老鼠的肝细胞 发现断食引起的Otophagy在24小时之后开始 在48小时之后会更多 要看老鼠的肝细胞 就是要杀死这些老鼠 才可以抽它们的肝出来来进行测试 除非你想wollentile做白老鼠 我们才可以知道 人要断食多久才可以达到Otophagy的效果 而这项研究是 老鼠的24小时 人的24小时 所以要留意一下 如果有人跟你说 间歇性16-8断食 是可以引起Otophagy和细胞更新 你就让我看这个视频 当我自己做48小时 断食的时候 我都希望我都会答到Otophagy 但是不是真的在我身体里面发生 我也不知道 真正的问题是 我们的身体可不可以 在不断食的情况下 进入Otophagy呢? 当然可以 我们身体的细胞是不停的更新 只是当我们身体不是忙中消化的时候 它就可以更专注去休息和修复了 而在之前老鼠的研究报告里面 你都可以见到即使没有断食 干细胞中也可以找到Otophagy 只是断食可以触发更多的Otophagy 在MBOC的一个研究里面 其中一位作者是研究Otophagy的操作 而获得Noble Prize的 这个研究指出 Otophagy是可以在某些Tissue中 Active的发生 不一定要靠断食 另一个好消息是 运动可以在肌肉组织 TreatOtophagy 当我第一次听到 断食可以增加Otophagy的时候 我都很兴奋 见到人就叫它们做断食 但事实证明 Otophagy是身体的自然反应 除了断食之外 还有其他方法可以TreatOtophagy 我要指出的是 你不需要过度专注断食 因为我见到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都犯了这个错 就是过于专注 要断食多少个小时 以为越多越长就是越好 当然断食还有很多研究证明的益处 但是在人的研究是有限的 和时间不够长 值得提出的是 可以降低高血压 和改善高血脂 大四 信仰 很多宗教都有提到断食 圣经都有记载很多断食的重要性 禁食祷告用来表示 谦卑 背改 尋求神的指示等等 耶稣都说 禁食不是告诉别人你有多厉害 而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信仰层面来说 是在于禁食的动机 好 我们就做个结论 断食有很多益处 但是它有很多的好处 因为做断食才能够答到的 如果要减肢 断食就要配上限制的 才能够答到的 如果要改善健康 断食要配上健康的生日习惯才能够答到的 如果要禁食祷告 就要有对的动机了 你可以在以下留言告诉我 你有没有试过断食 和你的经历是怎样的呢 我下一个影片会解释断食的风险和断食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要注意 所以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你看这个影片 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给个like 分享出去给你关心的人 另外我频道也有很多影片 是关于食物选择和健康生活 我相信一样可以帮你提升你对健康的意识 我是一位健康教练 我是帮一些不喜欢用自食的方法 来减肥的人 寻出适合他们自己的方法 可以享受食物之缘 又可以减肥 我希望大家可以掌握自己健康 踏到身心健康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